谁来救救这个可怜的男孩 他掉进了60米的费井 马上就要死了 救援队赶紧制定方案 可根据图纸显示 费井下面还有一个水库 如果水位上涨 男孩将被活活淹死 他们连夜找来赞紧车 在费井旁边挖个通道 下降到相同高度时 打通费井救出男孩 救援队顾不上休息 连夜进行着救援工作 可根据气象显示 暴风雨即将来临 留给救援队的时间不多了 这时男孩已经被困一天 体温不断下降 意识逐渐模糊 看着奄奄一息的男孩 队员大山让他不要睡觉 说自己马上救他上来 此时暴风雨已经降临 闪电伴随着漂泼大雨 上级下令必须关掉钻井机 因为钢铁外壳会成为闪电的靶子 大山主动申请下去 营救男孩 但队长就给他半个小时 因为携带的氧气 只能坚持半个小时 队长下令 只要时间一档 无论是否成功 都直接把大山给拉上来 随着绳索放松 大山缓缓地进入了通道 队员的脸色充满担忧 下降到一半时 队讲机突然没了信号